接著就到2020年的第22題 如果AB是10 BOYC是5 Angle ABOYC是90度 然後CED是40度 問我們CD是什麼?準確至最接近的CN 他講到這樣的時候我已經第一個想法就是 因為他覺得這題應該是關於三角鶴的 因為你想想實際上如果你沒有直徑的時候 你沒有直覺三角鶴的時候 你可能會想到會是關於 Psycho-Psycho-Tangion或者不是還是理時 所以應該很大機會用到三角鶴的東西 又是用Step Zero先 我們會連起它 你會看到今天有很多個原諒著四邊形的分別是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你可以怎樣連都連到原諒著四邊形 然後AC是直徑 AC是直徑 原因就是converse of converse of angle in semicircle converse of angle in semicircle 就是先知90度後推論這條是直徑 如果這個是直徑的話 這個就是90度 因為angle in semicircle 他今天要我們目標是計算CD 就是我們要計算一個長度 但現在的問題就是 其實我們現在全部的資料都動在這一邊多一點 我們的資料動在這一邊多一點 如果你真的要計算CD出來的話 我第一個想法就是 他會不會跟我們剛剛講過的三角鶴 你看一下CD就是這個位 如果要用到這個40度的話 那會不會是要用cos rule呢 即是可能我要計算到這條邊 然後又計算到這條邊 然後再計算一大輪才能出到答案 我覺得有機會的 不如一起試一下 例如現在我們有5和10 對不對 我們有5和10 5和10 這樣的話 我們會知道AC是可以計算的 AC如果根據不是定理 它就是5的square加10的square 就是square root of 1,25 square root of 1,25 那接著怎麼辦呢 接著呢 就是我們有這條邊 我們的目標是CD 你要計算CD的話 會不會計算ED呢 計算ED好像比較難 計算ED的話 你會發現好像也會問水 那會不會計算EC呢 我們有這條邊 OK 我們有這條邊 然後要計算EC呢 好像也有點困難 是不是 都不要緊的 我們會看到的 如果我們有這條邊 叫做root 1,25 那就是說其實我們有什麼可以計算的 我們可以計算是 這隻角我們可以計算 這隻角我們可以計算 然後你要計算CD的話 我會想其實這隻角是否可以計算的 如果我們可以將它這樣連起它的時候 OK 那我們又再砌多一隻90度出來 是不是 我們剛剛說的這裡 我們可以利用那個130度的特性 原來這裡是50度 你看著CAD這個直角三角形 CAD這個直角三角形 現在就簡單了 這個就是輪邊 所以 cos50度 就等於輪邊 除斜邊 root 1,25 OK 那所以呢 我們會計算CD 實際上就是 cos50 再乘回root 1,25 出來答案就是 7.18 那他說要總括自最節分的Cm 所以就是 c答案 我們會計算 頂多 一頂多 顏色 可以 稍微 會計算 選擇 稍微 要 我們會計算 解決 谢谢观看